我覺得台大昨天學輪會的部分 那在程序上 那我覺得 確實有一些 這個 不公 那我也在這個過程當中 提出了人證 物證 公證的資料 那很可惜 很遺憾 在 書院長 召集的這個學輪會之下 沒有 把這一些 作為一個 這個 資料來 驗證 是否有這個 爭議 那當然 我要特別一提 其實在我 求學的階段 我錯過了 最黃金的時段 所以後來我出社會之後 我盡可能的 還是回到 校園 繼續充電 那不論是在中華大學 或者是後來的 台大 都一樣 那我都非常珍惜在進到 校園的這個階段 那 在台大 這個充電的期間 那時候我當任議員 所以其實我也都盡量 排除 五六日的時間 到學校去 上課 那 後來 2014年選舉 2015年 我幾乎就投入 市政的工作 所以 才會 論文 交的時間 比較 要 那我覺得 比較遺憾的 就是說 學論會 用 時間 先教 跟後教 後教論文 就是抄襲前面先教論文 那忽略了我們提供的這一些 人證 物證 還有這一些 這個公正後的 資料 我覺得比較可惜 但是呢 我雖然對於 學論會的這樣的一個決議 覺得 也難以接受 但是我是相信 台大的 台大 我相信 台灣大學 未來還是會 為國家 培育出 非常多 優秀的 青年 學子 所以我覺得這兩件事是 分開的 雖然我對於 學論會的這個 審定結果 感到遺憾 也難以接受 但是我是 非常珍惜 過去我在台大 學習的這一段時間 也相當的 我也相信 台大 還是會 秉持著這樣 教育的一個精神 培育出 很多的 好的優秀的人才 那另外呢 我想 過去我在擔任市長這八年來 市民肯定我的是 市政上的一個 成績跟政績 那 這個 學位 對我來說 當然 我 我所努力跟捍衛的是 這個 人格 還有清白 那 學位絕對不會去影響到 為 桃園市民 這個服務的 這個 初衷 市長想要追問一下 所以台大昨天 他們提出的多些事證 包括 上跟 余先生的 英文的部分 因為在你論文的 這些錯誤也是 有 出顯 他們認為是有抄襲之意 另外還有包括 研究槓桿者 這一塊 那要提出說 他們 覺得 想出之後 你並沒有 這對槓桿 研究 做相關的 這些產出 或者是針對個人 這題就 論文細節 可以幫我們說明 我覺得在 這一個論文的寫作過程當中 我非常的努力 那也非常謝謝 指導老師 陳明通老師的一個指導 因為我是在職深 我可以 相信 大家 對於我的論文 這個 品質 也許不夠好 我覺得 這是可以被 這個 檢視 也可以被批評的 但是我 沒有抄襲 這是事實 學論會 應該要就說 到底 我提供的 這一個 不論人證 市證 還有已經公證的 這一些資料 去做一些 調查 那不是在 我的論文裡面 尋找 瑕疵 我可能寫得不好 這個我想 這個 大家都有 這樣的一個 寫作論文的經驗的話 都會知道 尤其 在職的 這個專班生 我們因為都有工作 而且 寫作論文本身 其實就是 學習 這個 這個 寫作的一個過程 那我 我都可以 理解 如果我的這個 論文的品質 不夠好 或者是 有錯誤的地方 這個我都 欣然接受 大家的 批評跟指導 市長昨天有 被問說 那個 學樂書書論會開會 是被突襲了 不過好像是 前一天晚上 就已經先 寄出通知 說他們 肯定要撞開這樣子的競爭 我們在 昨天 8月 昨天是8月9號 我們是在昨天8月9號 那早上 9點半 這個 禁辦的管理士收到了這一封台大寄來的信件 但是我們同仁拿到的時間已經是約莫快要中午的時間 那昨天 那昨天早上 我仍在台北 大家也都知道我在召開一個記者會 那所以 台大在早上11點 也就召開了一個記者會 所以當下確實有一種被突襲的感覺 那麼昨天 應該說8月9號的凌晨12點 12點 我透過這個黃帝影律師 有寄 Email到台大 就是表示說 我 願意 我沒有排了兩個時間 甚至也在內容有寫到說 或者是 由學輪會來安排 我願意到 學校學輪會去做 這個說明 那自始至終在每一次的這個電子郵件的書信裡面 我們都有提到 先前我們 我們是主張 蘇院長他已經有了定見 他有 偏頗的言論 那我們希望他回避 那如果 我們兩次回文之後 兩次電子郵件之後 那因為 台大 認為說 不需要回避 所以我們後來內部討論之後 也覺得 為了我自己的這個 清白 我還是決定 要到學輪會去說明 那當然很遺憾 也很訝異 昨天台大用這麼大的動作 召開了這樣的記者 記者會 那大家也可以看得出來顯然這個 而昨天記者會的內容 他裡面有很多的資料 就是已經準備好了 蔡市長 我關於就是 接下來可能除了改大正義之外 還有中華大學 可能會提出商分正義 那目前 針對論文的這些 外界 提出的質疑聲量 你到現在為止有信心 接下來會參選 到底 中華大學的部分 中華大學的部分 我們已經把這個書面資料送到學校 那我也會到學校去參加 中華大學的學人會 去做一個說明 那這個參選 我剛剛已經都提到了 或者是昨天我都有提到了 這個 已經歷經過的選舉 這一次 第四次 選過議員 也選過兩次的 市長 那每一次其實都會面對很多很多不實的指控跟攻擊 那這個都是選舉引起 參選桃園市長 我剛剛有特別提到了 不論在這個過程有什麼樣的波折 或風雨 不會影響我想要服務 桃園市民的這個初衷 一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 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小瞄一下 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頭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